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怎样拯救了罗马帝国 猫与狗又上演了多少动物秀 他们走向战争的缘由 只因与人类亲密接触 解读战争中的动物 讲述血肉战场上的朋友 敬请关注徐燕 萨苏 吴勇 本期为您讲述 特殊的兵 战争中的动物 从古到今 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发展 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 军队的编制也在不断的变化 但是一直到现在 很多国家的军队里面 还有一个特殊的编制 留给一些特殊的成员 这个成员不是人类 而是训练有素的动物 在近代战争中间 很多军队编制成分中间 都有的动物成员 比如说这一张出动多少人 出动多少马 出动多少军犬之类的 二十大战的时候 日本军队的运输 它有一个保障程序 就是给军用运输 运输的东西分成五等 按照重要性 按照重要性 第一等军人 就是包括军官和士兵 第二等军署 日本这个军署 跟我们中国军队的军署 就不一样 实际上是文职人员 包括护士 会计 军队中间的采买 包括女军人 非战斗人员 咱们现在有些影视作品中间 日本的女军人 还戴着军衔 这个其实是不符合 日本军队的编制 日本的女性 是不能够戴军衔了 他是算军署 第三等呢 就是呢 军夫 什么叫军夫呢 就给军队干上活的人 他们比军署还低一档 战争中间 他大部分用这个朝鲜人 也部分用那些台湾人 充当军夫 就是军队中间的苦力 第四等呢 就是军处 什么叫军处呢 动不了 军犬 军马 军鸽 这在日军中间都有编制 第五等 叫军物资 军物资 它其实 分类就很多了 包括来讲 这个 强暴弹药 包括粮食 在军队中服役的动物呢 可以说品种是多种多样 甚至你会觉得千奇百怪 如果我们罗列出来的话 你就会有一些动物 你想不到它会进入到军队 我们好像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动物啊 从历史上来看呢 绝大多数都进入过军队 当然呢 有些动物呢 我们是比较熟悉的 它在部队中出现的 也不觉得太奇怪 比如说军犬 在军队中呢 各国军队都会使用军犬 它呢 可以执行警戒任务 可以执行侦察任务 可以呢 对敌人的特工人员进行警戒 各种各样的任务都可以执行 也有一些军犬呢 在战斗中呢 还成为英雄 举个例子来说 在我国的海军之中 当年北洋水师 就有一条著名的军犬 就是邓时昌的太阳犬 邓时昌在1894年9月17号的 黄海大海战之中 当时呢 他的军舰受了重伤 我们现在找到最新的资料 邓时昌最后的时刻是这样的 他在前面的军舰 他军舰已经倾斜了 要翻沉了 他在前面呢 朝后面是长衣 就是作衣败别 投海 所以说他当时并不是被甩到水面 他是确实决心与舰同臣的 那么他投海之后 当时呢 就是旁边有人来救他 他不救 他的狗 这时候从船上跳下来了 跳到他身边 就是一个太阳犬 跳到他身边 用咸住了他的发面 一次把那种水里拉出来 他又沉下去 第二次又把那种水里拖出来 这一次呢 他就抓住了这个狗 然后恶犬浩探 跟这个太阳犬一起沉到大海里面去 所以这条狗呢 应该说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一条中犬 当然后来也有人讲到这个问题 说那邓士昌他在船上养狗 是不是一种违纪现象 不是 因为当时在军舰上养狗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呢 是狗能抓耗子 这个我们想不到 海军的狗军是抓耗子 那还有一条呢 就是他是作为军舰的吉祥物存在的 因为海上生活很枯燥 军官养狗以后呢 他是整个军舰上面 把他作为一种可以缓解情绪的 这样的一种对象 邓士昌这个狗呢 他应该还是宠物的身份为主吧 那么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所谓的动物部队呢 他是有正规的编制的 部队的编制啊 在社会各好各业里面是要求最严格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有了这个编制 就是为了达成长提高战斗力的 那么为什么专门给动物编制 包括这个军权 你看我看到一个消息 说是2016年8月11号 在俄罗斯国际军事竞赛里面呢 有个项目叫忠诚朋友 在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我军的军权队一举夺冠 你看他是有正规编制的 包括这些军权要入伍 包括他的退役 就跟我们的普通战士一样呢 有严格的手续的 为什么这么正宗对待这些动物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军事行动中 发挥人类发挥不了的作用 古今中外 留下了很多关于动物与战争的故事 军犬无疑是其中的明星之一 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神经活动功能的动物 军犬对气味的辨别能力 比人类高出几万倍 听力是人类的16倍 军犬视野广阔 有弱光能力 善于夜间观察事物 经过训练后 军犬可以担负追踪 鉴别 警戒 巡逻 搜捕等任务 在行军打仗和刑事案件侦破中 军犬往往首当其冲 在古代战争中间 军队中间就已经有了用狗的记载 其实在古埃及的时候 甚至包括古巴比伦 其实就有了用拳替人站岗放哨这样的记载 为什么用拳站岗放哨人比较放心呢 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们 咱们居家过日子过去来讲 也经常用狗来看家狗 这军营中间他有看家犬 如果敌人来夜夕 这个时候人可能睡着了 狗虽然躺在那儿 其实他是半醒半睡 因为狗的祖先是狼 跟狼是本家 他睡的时候 他耳朵是贴在地面 一有动静的话 狗首先 耳朵竖起来 竖起来了 耳朵就惊醒了 说他站岗比人站岗 有时候来讲更忠实 更可靠 说古代很多军队中间 他就开始用狗来站岗 因此军犬在古代到近代 一直是军队中间不可缺的 一方面当哨兵 在近代战争中间 军犬又经过训练 他可以担负其他一些任务 比如说追踪 因为他的秀却非常的灵敏 能够闻到人闻不到的东西 只要是追踪目标的衣服 用过的物品被他一纹 那可能就紧罪不放 还有巡逻也是 关键是 为什么他能够发挥那么大作用 就是他身上有些特质 是人类达不到的 比如说他不会偷见耍花 不会偷懒 他的这些能力 是他作为一种动物的本能 所以他才能够发挥 这么好的一个作用 尤其是把狗和狼交费之后 生出来的狼狗 叫狼犬 这个在军队中间使用 包括在警察中间使用 就是效果最好 他比较凶猛 另外他的嗅觉又特别好 听力特别好 日军中间就大批使用了狼狗 而且日军特别凶残 他有时候拿活人来喂这个狼狗 因此这个狼狗特别凶猛 就闻到人味 他就发疯一样去咬 发疯去咬 而且他去搜捕 给他闻一闻这个人身上的汗迹 然后他就可以追踪 这个人去追捕他要抓的人 所以在抗人战争之中 我国军民对于日本的军权 也是恨之入骨 因为他日本权是德国的牧羊权 经过改良以后再培育出来的 特别猛 人称日本狼青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对付的 国共两军都有办法来对付的 国民党方面 就是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 发现日军军犬用的很多 包括他在918事变当天 进攻北大营的时候 还使用了五条军犬 那么这边也就想办法来对付他 最后找到谁来对付他 就当时中央警校 有一位军犬式的主任 叫做董汉良 董先生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来克制日军的军犬 怎么克制呢 他专门找到了我们中国一种 特别凶的狗 叫岩江犬 这种狗呢 比日本的这个狼青个子还要大 那么他不去 他不去训练这个岩江犬 让他去抓对方的侦察员 或者是让他去做警戒 这些都不训练 就专门找别的狼狗 让他训练咬这个狼狗 就是你咬就给你讲 你咬就给你讲 几次以后 这些岩江犬就形成了一种特点 就是只要见到狼狗 就上去咬 于是呢 此后他训练出了几百条 这种岩江犬 就被我们分到了前线的各个战区 据说在抗日战争之中 这种岩江犬先后杀死了 几百条日本的军犬 就是在前线最后弄的日本军 不敢使用军犬 我看到那个资料呢 说这个董汉良呢 到家乡浙江那边呢 发现一种土狗 非常小 就是个子不高 叫板凳狗 那板凳狗用来对付日本狼青 怎么对付呢 就是训练者训练他 去进攻那个 日本狼青的腹部和他的脖子 就仰攻他 那不管是您那个资料 还是我看到这个资料 这说明呢 当时我们中国军队已经创造出 以狗治狗的办法来对付他 而当时呢 东北抗日联军 他因为经常要在敌后 进行一些侦察活动 也是特别困于日军的这种军犬 实际上最大的敌人 就是当时的日本军犬 没错 他经常带着军犬来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日本军犬对付我们没办法了 这个日本人带着军犬呢 抓我们这个抗连侦察员 常常出现一种现象 就是往前一追 这狗就不往前追了 就开始肚皮蹭地 就在这停住不走 日军始终没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还是日军找来专家 发现呢 是中国的这个侦察员 在地上丢了一些东西 那这东西是什么呢 最后抗战之后 我们的抗连人员才讲了 说这个东西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用磨碎了的蚯蚓 你看蚯蚓也曾经 为我们的军队服务过 把蚯蚓磨碎了 干的蚯蚓磨碎了以后 然后把这个粉撒在地上 这个日军的军犬完了以后呢 他会发情 他就不会去追你了 所以这是一种很 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 总结出来的很独特的 对付日军军犬的办法 日本训练军犬呢 他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的 按照日军这个编制 他好像一个这个训犬员 管理十条左右的一个军犬 他这个军犬呢 和主人呢 也还有一种依附关系 他如果训犬员被打死了 有的时候来讲 其他人管这个军犬 他管不了 也需要呢 找这个副手来代替 而且呢 这些军犬 听到的命令呢 全是日语 你如果不用日语 给他下令的话 这些军犬不听话 比如日本投降的时候 交出武器 也交出军犬 那当时国民党军队 也接受的时候 还收到不少 这个日本军犬 原来也想利用 但是呢 这鬼子的已经遣返走了 这些军犬留下之后 给他们下令 除了日语口令之外 他一律不听啊 是这些军犬来讲呢 你要一驱使他 有时候来他回头来咬人 就最后没办法 请是怎么办 最后得到命令 一律处决 这些军犬来讲呢 当成战万 一律处决 也是恶在累累 也是恶在累累嘛 这种事情呢 在新四军里面 也曾经发生过 是这样 当时呢 有几名日本士兵 反战士兵 他呢 决定投到新四军之中来 来的时候还带了礼物 就是牵了日本的军犬 带到了新四军之中 意思呢 是给你们送过来以后呢 能够继续使用 没想到这个日本军犬呢 就是他训练的时候 就是非常仇视中国人 结果来了以后 到我们这边呢 训练的时候 几次扑咬我们的人 最后呢 觉得还是不能够留下他 就把这个日本军犬 也是杀掉了 日军当年 为了这个 在扫荡中间 追捕八路军呢 他对这个军犬 怎么训练法 他把就是穿着 八路军那个 灰衣服的一个靶子 放在那儿 然后在靶子上头 那个 放些新鲜的肉 放些新鲜的肉 他这个办法来讲 说说给那个军犬 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启示 就是一看见 穿八路军那个 灰衣服的人 你鬼子全是黄的嘛 伪军穿的也是黄 不叫黄狗嘛 只有八路穿的是灰的 因此呢 他一看着穿灰衣服的人 就追 就形成个条件反射 日本狼青 这种纯军用类恶犬 在二战期间 主要用于军队 日本狼青 有着很强的战斗力 据史料披露 这种恶犬 是由日本步兵学校的 军犬专家 培育出来并培养的 在二战时的东方战场上 恶名昭著 与此相反 有的动物 虽然也服务于战争 但性情温和 智商超群 招人喜爱 那么 这种可爱的动物 又是凭借什么样的天赋 成为军旅中的一员呢 在很多大的海洋公园里面 海豚应该是 最受人们欢迎的动物 而且海豚跟人类结缘非常早 大家非常喜欢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智商太高了 太善解人意了 从来没有一种海洋生物 对人们来说是那么友善的 因为在军事领域啊 有些海豚居然也是进入了 军队的编制 比如美军之中 就有海豚兵 其实在二十大战期间呢 英国最早训练海豚 它训练海豚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主要是来讲排雷 因为海豚呢 它很聪明 你在训练的时候啊 你把这个水雷啊 你给它看 然后演习 然后怎么识别 然后呢 你把海豚放下之后 它自己到海里 去寻找这些水雷 寻找之后 它回来之后可以报告 有的时候来讲 它自己就可以引爆这个水雷了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当时呢 越军呢 组织了一个129水下爆破队 它呢 专门对美国的军舰 进水下爆破 就派出蛙人 带着水雷 到它的那个 到它的那个军舰下面去 把磁性的水雷贴到它的军舰上 然后蛙人撤离 把这军舰炸沉 最大的时候 把那个美军的那个 卡特号航空母舰都炸沉了 当时这个 卡特是一个这个 互航航空母舰 1.5万吨的 二战以后 已经是作为运输船来使用的 但是越南 水下特工队 把它炸衬了 当时也是轰动世界的一件事情 于是 对于这种来自水下的攻击 你美国人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你也派蛙人来 但是呢 一攻一守 你守就太难 你不可能时刻 派蛙人待在下面 而且呢 这个美国人说实话 比较怕死 他觉得这个 越军的这来的都是赶死队 而且都是经过特工训练的 那么这样的打起来 自己不见得能赢 最后他们就想到了 海豚 因为海豚有这种 喜欢见到人以后 去亲近去顶人的这种习惯 于是呢 他们就训练了一批海豚兵 然后在海豚的头上呢 给他装了一个圈 这个圈前面是一根毒针 那这个毒针呢 实际上就是他的武器 于是在把海豚放下去之后 在美军的军舰周围呢 就经常出现 越军这赶死队员的尸体 怎么回事 就是当他们游过的时候 被海豚发现了 海豚呢 是觉得去跟他靠近去亲近 一顶他 这个争执就刺入了潜水员 而这里面的这个毒计呢 就会让潜水员 仗成一个球 死去 死得很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海豚就成了 当时美军的帮凶 如果说 在这些军事行动里面啊 海豚起的还只是 战术上的作用的话 那么 等到1950年代 美国苏联的核潜艇下水以后呢 海豚在里面 发挥过战略的作用 那么因为核潜艇 对两个核大国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慑手段 所以双方都迫切地想要了解 对方核潜艇的情况 那么 因为太重要了 所以 各自对自己的核潜艇的有关情报呢 防护的 非常严密的 你很难拿到有效的情报 这个国家之间经常有海军舰艇互访 但是 很少看到什么 核潜艇到另外国家去访问 让人去参观核潜艇 这个基本上没有 因为核潜艇它是国家最高级 那么当时美国就迫切想要了解 苏联有关核潜艇的指标 这个时候他们想到的帮手也是海豚 那当时呢 他就考虑到这样 海豚呢 既然可以把东西顶到水面上去 那么就可以给他呢 把一些探测器让他带上去 当他发现了这个核潜艇的时候 他肯定会绕着它玩 那么这时候只要他往上一顶 就可以把这个仪器 扶在苏联的这个潜艇的上面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里面呢 比如说它的噪音呢 噪音的达到多少分贝啊 它的这个螺旋桨转动的时候的特征啊 全都收集回来 这种情况呢 一般是在核潜艇啊 在那个地方驻驳的时候 才能使用 要不然开走了之后 你海豚去追核潜艇呢 肯定追不上嘛 一般都是来讲呢 它放在那个侦测物 有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呢 它没有走 这个时候让海豚去 还可以把它取回来 确实是这样 美军把海豚派过去以后呢 指挥海豚 把那个侦探的仪器 辅作在核潜艇的下腹部 过几天以后 又怕海豚把它给取回来 这样呢 就得到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而且我们现在才知道呢 美军呢 不单是用它来窃取资料 而且还用海豚呢 来保护自己的核潜艇 就是看有没有别的人 来偷我们的情报 那其实就把海豚派出来 这个事情怎么知道的呢 前几天呢 我们有人到苏联太平洋舰队的 那个原来的基地海神来 在那呢 就找到了它有一个博物馆 有一个苏军的水下摩托潜艇 停在那 就是作为展品了 它的标牌上写明了这件事情 这个潜艇是干嘛的 就是苏军用来窃取美军的 核潜艇的情报的 他们开着这个过去 然后潜水员从这个下去 去偷美军潜水艇的那个情报 主要是刮它上面的那个 那个消声网 然后回来以后看看 这到底什么成分 结果他记载的是什么呢 说当他们的潜水员靠近的时候 美军的海豚就出现了 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真是战斗民族 居然是苏联的潜水员 杀死了海豚 最后可能这是第一次 美军出现了海豚战士的伤亡 杀死了海豚 然后回来了 这才知道 他们使用海豚来警戒潜艇的事情 使用海豚呢 可见不见得百分之百都能成功 比如说呢 美军在波斯湾也使用海豚 来警戒自己的舰队 结果发现什么呢 就是好几艘海豚就丢了 开始以为是被人家的蛙人杀死了 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 就是用摄像头观察才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当地也有海豚 然后这边的海豚看到它以后 觉得非常友善 就跟着那个海豚游跑了 就被土著给拐走了 这属于是当逃兵啊 据资料记载 美国海军曾在海湾 为海豚设立了基地 并采取特别措施 防止舰艇漏油 对它们产生影响 而这些海豚则投桃暴力 曾帮助美国军舰 免触水雷 经过特别训练的海豚 还能拦极意图在美舰下 安置炸弹的蛙人 海豚作为海战中的特殊帮手 在近现代战争中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 还有哪些动物 曾是军队作战的好助手呢 有些动物在军事领域发挥的作用 可能跟它们平时给我们的印象 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鸽子 鸽子给人的印象就是和平 安宁 圣经里面就有记载 人类第一次遇到大洪水的时候 大家都躲到诺亚房州去 经过四十个昼夜以后 想看看洪水退了没有 首先派出乌鸦 乌鸦不靠谱 飞出去就没飞回来 第二个派出去的动物 就是鸽子 结果鸽子飞出去以后 掀了一枚橄榄枝 那说明洪水已经退去了 现在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场合 也会用荒飞鸽子 来表示人们对和平的向往 但实际上 在几千年前 鸽子就作为军中的一员 参与了人类的军事行动 其实我们这么说 用鸽子来做军事行动 中国一定要比西方要早一点 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对比同一时间 就是差不多到秦朝的那个时候 在西方那边发生了 就是马拉松大战 就是雅典和波斯的战争 打完仗之后 是靠一个运动员 从那边一直跑回到雅典 说我们打赢了 然后倒在地上就死掉了 如果他有信鸽的话 得一定是放一个鸽子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说 西方还没有信鸽 但是我们东方那时候应该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记载 就有一天 秦朝贤王突然下令 秦王下令 把咸阳城 也是都城的鸽子 全都给我顿了 今天大家全都吃鸽子 这个事情跟鸽子的军用 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他在咸阳城 进入了魏国的间谍 当时魏国在这边有一个质子 也就是派到这边来的 等于使节人员 那么他就养了鸽子 不断地把秦朝的军事情报 报回到魏国去 秦王后来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怎么解决这件事呢 他也分不清哪只鸽子是魏国的 于是下令全程把鸽子都给我顿了 彻底杜绝这条情报渠道 而这种鸽子 后来成为军中的标准配备 为什么知道它是军中的标配呢 在宋朝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大将叫曲端 他接受比他更高一级将领张俊的检阅 张俊就调 说你哪个哪个部队到我这里来 我要对他进行检阅 他马上就用的方式 就是放信鸽 你调一支部队 我就放这支信鸽 你调五支部队同时来 他同时能放出五支信鸽 那么五支部队很快就过来了 可以看到 就宋军当时已经使用信鸽 作为当时的标准的通讯工具 不过呢 咱们说有毛就有钝 也就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了 对这种通讯工具进行攻击的 这样的就是军事成员 也是动物 就是当时西夏已经开始训练 用那个 我们现在说叫猎鹰叫笋 笋 这现在珍贵保护动物了 它就是训练这种笋 专门去捕杀宋军的信鸽 你看这个就在当时 动物界之中也发生了战争 到了近代战争中间呢 尤其是在无线电通讯工具 大量装备部队之前 军鸽成了军队中间标配的通讯工具了 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普法战争期间 当时法国首都巴黎被围 巴黎对外通讯靠什么 主要靠信鸽开始有气球 气球它掌握不了方向 说放气球有的放着之后 它不是叫风给吹哪儿去了 最可靠的这个通讯工具 还真就是信鸽 因此巴黎人对外通讯 甚至来讲这个区 这支部队通讯用这个信鸽 那个用那个信鸽 说它是大量的鸽子 飞过普鲁士军队的阵地 因为信鸽啊 它毕竟还是比较靠谱 所以即便是无线电通讯发明以后呢 信鸽也没有推出军队 你比如说一战期间 英国的空军养了11万支军阁 它有个专门的军阁团 到二战之前 英军已经培育了20万支信鸽 并且呢给美军提供了5万支信鸽 在整个二战期间 那时候无线电已经很发达了 信鸽还是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二次大战期间 日本军队的这个中队一级 因为它当时这个无线电 那个通信机也只能装备到大队 或者是连队 它的连队叫团了 只能装备到那一级 再往下就得靠信鸽了 再往下靠信鸽 说每个日军中队 它大部分装备有信鸽员呢 它专门背一个箱子 中国人看行军 觉得那鬼子背那个箱子 干什么 箱子扑扑扑还直响 里头装的是鸽子 说当时日军各个据点相互通信 往往就靠军鸽 说当时这个八路军包围鬼子的据点 经常看了一个鸽子飞出来了 它就是通讯的性格 这个英军营啊 英军的散钉里啊 有一个标准的装备 就胸前有个小圆筒 就是鸽龙 他接受命令以后 有时候鸽子就直接放在这里面 这个鸽子呢 实际上在里面待得也不舒服 后来我们也看到一些照片 那鸽子是用白色的绳子捆起来的 捆起来到放的时候 再把绳子解开了 我估计鸽子在里面住的呢 也不是十分的愉快 但是还大多数能够完成任务 甚至到我们解放军呢 50年代剿匪的时候 还在大量使用性格 因为当时呢 我们的剿匪作战 通常是在山高林密的地方 而且在这种地方呢 我们只有小部队才能进去 那么小部队当时很多呢 是没有机会配备电台的 那么怎么跟后方联系呢 往往就使用性格 而这个性格呢 有的在作战之中呢 即便是带了伤 还是呢 把情报送到了后方 给前方的剿匪呢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甚至呢 有性格英雄 我们应该这么说 就当时的性格呢 它固然是作为 无线电通讯的一种补充 但是它也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绿色通讯工具 你没法干扰它的 也没法从它身上去窃取情报 因此呢 我想也许在未来的战争之中呢 还有性格 要发挥作用的机会 有的性格 确实立下罢工 你比如说在1943年 英国的这个 第56皇家不平旅啊 在意大利作战 碰到德军呢 拼命抵抗 怎么办呢 就呼叫 空农支援 呼叫盟军呢 空农支援 说赶紧轰炸 刚刚把这个信息 发出去之后 当面的德军突然崩溃 他们一下子就把那个据点给供下来 供下来以后呢 突然发现不对啊 刚刚呼叫了盟中的空军支援 美军的飞机马上就要来轰炸了 这个一个轰炸的话 炸的可就自己人了 就相当于自己呼叫盟军来轰炸自己了 这个时候一看 电台坏了 怎么办呢 手头还有一只信鸽 赶紧放出去告诉我 说我们这已经攻下来 不用再来轰炸了 等到那边指挥部收到这只信鸽 打开一看的时候 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因为那边的轰炸机 整个已经发动作为出发了 所以呢 这一下相当于这只信鸽 把整个部队给揪下来 人家称他为 功勋信鸽 有些信鸽呢 还有一些特殊作用 比如说英国海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在他的潜水艇上 也要配置信鸽 那么这个信鸽 不是用于平时通讯的 它是装在一个特殊的符筒里面 把它放在潜水艇上 一旦潜水艇遇难 或者是遭到敌人攻击沉没了 那要救大家性命的 就只有这个信鸽了 就要从这个潜水艇上 把这个信鸽放出去 因为信鸽嘛 它对于这个水压 也不是太敏感 啪放到顶上去以后 这个符筒在上面打开 信鸽就飞出去了 飞出去以后呢 就能够把它里面求救的信号 传递到上级部门 这样呢 潜艇的人员才有生还的希望 当然呢 这个我们说呢 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可以这么使用 因为当时的潜艇呢 主要目标是在近海 潜水之中使用 攻击敌人的驻地 离岸边比较近呢 假如说像今天的核潜艇一样 好跑到太平洋里面去了 然后你到那个地方 你比如出了点什么事 你再放一个信鸽出来 信鸽类似 也没法把信给你送到啊 我记得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有这么一篇报道 当时这个报道的目的呢 是教育部队的战士 要热爱本职工作 有一个战士入伍之后 分配到边疆一个哨所 当信鸽员 因为当时我们军队的装备 还很落后 爆发机连一级 哨所还没有普及 有些边缘的哨所 跟上级通讯怎么办 还靠信鸽 临时遇见情况 报告靠信鸽 因此呢这个人分去当信鸽员 他说我当兵 怎么让我养鸽子 他很不高兴 当时哨所负责人 就给他看一个 军鸽的记录 你看看 我们这个哨所前后 有几只鸽子 这只鸽子 当时来讲呢 通信的时候 遇见边境残匪袭击 在空中掉下来牺牲了 那只信鸽 劳累过度 死亡了 都算是军鸽烈士 你和这些军鸽在一起 是你的光荣 从此之后 就认真养这些鸽子 然后呢 使用这些鸽子 从这个报道中可以看出 就是在全国解放初期 军鸽还是人民解放军呢 有一些边缘部队 重要的通讯工具 信鸽作为天才信使 自然成为通信工具的首选 于是鸽子飞入了战火之中 直到今天 在一些国家 鸽子仍是军中义务通信兵 人类虽然已进入 卫星通信的时代 但世界各国信鸽的数量 仍有增无减 它们在风雨中穿行 成为军旅中一道 独特的风景 作为禽鸟类动物 信鸽在军旅中并不寂寞 因为在某些特殊的场合 还有其他动物 同样凭借其特殊的天赋 受到军队的青睐 这个鹅在古代战中间作用 主要是 罗马早期建国的时候 鹅当时可以称之为 是旧了罗马 因为古罗马 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它是一个小城邦 但是后来发展了 一个大帝国了 它开始的主要对手是谁 就是现在我们 住在法国地方的高卢人 高卢人进攻罗马 罗马开始守不住了 放弃罗马城 然后退到 附近一个山包上去 可见当年罗马也没多少人 这个战斗的非常疲劳了 结果罗马人撤退的时候 他把那些 这个加促也都带了一块走 当时没有列入 他这个作战部队的编制 大家作战和行军 加上来讲逃难 已经非常疲劳了 晚上连这个战岗的哨兵 都睡着了 这个时候高卢人 夜间就摸上高地了 只有那个鹅 发现 有这个外敌 已经摸上来了 这个鹅就 咕咕咕咕咕之叫 这下子 把这个罗马 这个军人惊醒 大家一起作战 把高卢人 打下去了 后来罗马人总结 如果说没有这些鹅教的话 他们真可能被高卢人消灭了 这些人被消灭 也就没有后来的罗马帝国了 当时呢 这个鹅可能是无形插流 因为还有种说法呢 就是他们守在那个山上 山上有个雅典娜神庙 鹅本来是作为祭品 要献给雅典娜的 只不过它无意中 起到了一个哨兵的作用 那么这就给后人一起示 就是说鹅是比较警觉的一个动物 尤其在晚上 用它来警卫某些地方 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准 所以冷战期间呢 美国人就有过一个常识 美国陆军的一个防空指挥部 驻扎在这个西德 法兰克附近的一个美军基地 这个基地呢 当时因为冷战呢 倒不见得说说 苏联方面派人来偷袭 基地的设施经常被人偷 那么警卫们因为 长期的和平啊 非战争状态啊 文天武系 也不是那么警觉 设施保不住 如果要求征派人选 第一呢 人选过来也不见得尽之尽责 第二呢 会大量的提高你这个基地 所谓的预算 所以后来想个办法 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个典故 养了一匹鹅 那么你这个养鹅 当时列入军队的预算 也相当于有点 算是编制内的鹅吧 用它来说发现特别的灵 为什么 这些鹅 一到晚上的精力比较充沛 稍有动静 马上呢 银行高科 它跟原来的警卫相比啊 它刻劲直手 不偷懒 不睡懒觉 而且鹅是非常好斗的 我们在视频上 经常可以看到 鹅一看到有对手了 伸个脖子就追你 一定要追到你为止 所以呢 这个鹅少兵啊 是非常合格的 甚至说比一些美国大兵 还要合格的双兵 我查了一个资料 苏联解体的时候 当时呢 有美国在苏联的间谍 他呢 就准备到苏联的一个兵工厂 到那去呢 去取一些材料 因为知道那个地方 用的一个特种钢 他准备拿回来看一看 到底这个结构 跟美国的有什么不一样 那去了的时候 发现呢 按照他们预先知道的情报 这个地方呢 就是原来的什么工程师啊 什么的人都跑光了 都不愿意在这干了 不发工资嘛 那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结果 一看说一看 怎么那边出了一群鹅呀 在院里都能逛 这是怎么回事 说这你可惹不起 说这是鹅守卫 他后来就这么描述的 说军鹅和军犬有区别 军犬呢 他是如果看到 他可以打的对手 他会上去拼 这鹅他不一样 鹅的脑子比较笨 就不管你对手 打得过打不过 他只要看到你 他就敢冲着跟你拼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决定呢 就是把这个军鹅呢 给他给他弄出来 就弄了鱼钩 还把两个鱼钩这反着绑 然后呢 上面绑上了这个小鱼 在当地买的鱼 把这个钩扔进去 准备把这鹅给它勾出来 没想到呢 这军鹅连理都不理 他就想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苏联的鹅 已经训练到了 连右耳都不太吃的 这种地步了吗 因为当地人老百姓 后来告诉了一件事 说我们俄 我们俄罗斯的鹅不吃鱼 哦 吃这么回事 他就改用面包 折升进去 把这个鹅拖出来 掐死 这才进去完成任务 鹅是比较执着的一个动物 我们老家那边有个话 叫呆头鹅 就说明鹅比较执着 这是一个 第二呢 还有说法 说鹅眼看人小 为什么小小的鹅啊 敢于对比他大的动物 进行攻击 我们当地的说法 就是说鹅眼看任何东西 都显得比他小 所以很执着 看到进攻的对象以后 一直切而不出来追你 实际上这样的战力 在我国也有 明末清初的时候 当时在广西 有一支农民义军来抗侵 那么农民义军的首领 叫朱阿瑶 他当时是守在岛上 那么清军主要以 骑兵作战建长 进攻岛屿呢 是他们的弱项 所以老打不下来 后来就心生一计 清军就打算 夜袭这个 朱阿瑶所在的岛屿 结果登岛的时候呢 朱阿瑶他们确实没发现 但是岛上扬了一群鹅 鹅发现清军了 这样呢 农民义军就一下子进行 打退来袭的清军 这也算中国的战力 说起来这些好笑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我们老搞不清楚啊 我们使用的动物 它的起源到底是哪儿的 比如这鹅 它到底起源什么 有人就说 是不是鸭子养大了 就会变成鹅 我认为太可笑了 实际上鹅的祖先呢 是红艳 就是我们红艳 传输的红艳 那么红艳呢 就是大艳经常会成群的飞 那么飞到一个地方去 它一停下来 周围这些大艳 就像警戒一样 保护自己的群体 所以它这种警戒 和它这种凶狠 就是从红艳的性格里带出来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尽可能地提升作战效率 是每一支军队 为战胜对手而做出的 必然选择 基于这样的考虑 还有很多经过训练的动物 也参与到战争中 那么 这些军众希克 曾都在战争史上 留下过哪些经典故事呢 猫和军队也结缘已久 尤其是近代海军 开始使用都是木帆船 木帆船最怕什么 怕老鼠 老鼠是无孔不入的 比如说木帆船 在港口停泊的时候 经常有老鼠 就会窜到木帆船去 它在船上乱啃乱咬 那对船可是致命的威胁 因此呢近代各国海军 有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 兵舰上 包括运输船上 必须配猫 尤其是当时木帆船时代 猫就可以在船上 追捕着老鼠 这是应该说 它是 随猫的本能使命 我还看到过战力 所以就是 额外发挥的 这件事情呢 发生在当时的索罗门群岛 攻占索罗门群岛的时候呢 美军建立了一个叫做 亨德森机场 这样的一个空军基地 那么日军经常来空袭 他们美军呢 就是闲得无聊啊 在附近抓了一只 从里面的小猫 就给养起来 这属于一只野猫 叫达麦尼特 没想到这个达麦尼特呢 有个特点 这个很胆小 突然一下 就钻起来 就准备不出来 后来人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它一钻进去 不出来 日本飞机马上就来轰炸 他们管这个 日本这个轰炸呢 叫东京快车 说东京快车来了 那么就 就可以进行备战 以后就发现呢 就是 它经常会仰望天空 它以往上仰望天空也不对 也是日本的飞机要来 我们就怀疑呢 说这个小猫 是不是有什么第六感 当然这个没有科学证实 可是的确呢 当地的美军 就把这个小猫 传的神乎其神 把它视为呢 所罗门群岛上面的 一个守护神 因为它反应特别敏感 就是一旦有 日军飞机 那边可能已经出动了 它马上就紧张不安 如果主人在呢 它马上就跳到 主人的怀里 主人不在呢 自己找个地方 就赶紧躲起来 这确实在其他动物身上也有 比如说有些动物 对地震比较敏感 一地震啊 可能老鼠啊 其他一些青蛙啊 都跑 我们把动物 吸纳到军队里面来 实际上要利用的 就是它们这种天赋的本能 不过我们人类 也在改造动物 比如说那军猫吧 它就到了不同的军队里面 它就产生了不同的性格 比如说咱们现在 到山东的威海卫去 那个地方有个流工岛 现在也是我们的海军基地 当年是北洋水师的海军基地 那么到那去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不同的猫的 不同的军事素养 你到那去看啊 就在那个北洋水师梯都附近 你就会看到好多那猫呢 大概都是这么高 就从这儿到这么高 黑白花 很精干 精瘦的 那么这个猫呢 就是北洋水师当初的船猫 因为轮船也怕老鼠 一个是怕它把管道给堵死了 一个怕它把那个线路给啃坏了 还有呢 它会传播一些鼠疫什么疾病 所以也要配备 北洋水师也要配备军猫的 那么这些军猫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看起来有点像军人 很精神的样子 那么再往另外一边走呢 在另外一端呢 就会出现一种 也是当年军队里用的猫 但是呢 长长的毛 白的趴在那儿 你拿棍捅它 它都不带起来 这是什么猫呢 这是英国海军的军猫 因为英国的海军的军猫啊 它一方面是当做 在船上抓老鼠的 一方面是当做宠物的 所以它品种特别好 那么到现在也在这待着 那么再往后找 他说还有一群猫呢 说你平时见不着 我说怎么见不着呢 他说这个黄昏的时候 他们才会来 他只要一来啊 别管北洋水市的猫 还是英国的猫就全跑了 为什么全跑了 这群猫才厉害呢 他就一路走过来 截掠其他猫的地盘 打了这其他的猫 陆化流水 然后就回去了 我说这是谁的猫啊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军猫 我说这个性格 也有点像咱们的海军 实际上对于动物来说啊 我们可以说一句话 没有不好的动物 只有不好的主人 就是我们把动物 吸引到部队里面来 你要看得准 就是你所需要 它发挥的功能 是这种动物 恰恰具有的 如果一旦搞拧了 可能反而给你添麻烦 比如说这个二次大战期间 北极地区 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 英军也曾经在挪威作战 挪威北边 那也是北极圈内的地区 苏军和德军 在北极圈内 进行长时间的极地作战 在北极圈内作战 很多地方它没有道路的 另外呢 当地运输的话 用马的话 其实 遇到寒冷的时候 马会冻死的 因此呢 英国人和苏联人都想一个办法 能不能用熊来运输 就当地的土猪 土猪动物 不过他们那个 北极熊是不能用熊 北极熊太凶猛 他们想用什么熊呢 这个国家马蚁团里有些熊 它那个熊也是很扛动的 那个熊那么厚的这个熊毛 而且呢 熊已经被驯化了 人让它演节目 它都可以演 所以说觉得这些熊 应该让他们运点东西 还是可以的吧 因此呢 苏联人开始想用熊 到北极作战 后来一看不行 因为俄国人 他有熊的性格 他对熊其实还是比较熟悉的 知道这个熊啊 好吃懒做 这些熊上阵的话 恐怕是不行 英国人呢 还真不知道这点 英国马蚁团也很多 真还是用了一些熊 到北极来 据英国人后来讲嘛 只有一头熊 表现比较好 战后还给这只熊 受了攻熊这个熊的称号 还专门建了一个雕塑 这个熊还很有名 但是多数熊呢 真是 干一干活就代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马蚁团里头来讲 养尊醋优 做一个动作就给点好吃了 到了战场上 哪有那么多好吃给他们 好吃懒做 好吃懒做嘛 让他们运输背上东西 熊倒是挺听话的 因为那马蚁团那些 训兽人已经把他们训得很听话了 但是这些熊玩呢 经常来讲呢 他要东西吃 他是伸着个嘴 这真的熊孩子 你不给他这个好吃的 他就不给你运东西 就不走了 战场上哪儿找那么多好东西 所以就发现用这些熊不行 这些熊啊 它虽然力气很大 而且也抗动 但是在战场上用它们 除了个别的熊之外 大多数来讲呢 确实是不认知卖力 说不能用这些熊玩 在战场上服务 这是吃的呀 肯定比运的还多 对对对 在极地作战之中 后来我们也找到了一些 特殊的动物 可以进入到军队之中的 比如说巡鹿 在当时 不管是在北欧作战呢 还是在西伯利亚作战的时候 当时都使用巡鹿 来作为很好的运输工具 它的确比较听话 而且呢 确实在战场上 居然也不怕子弹 但是这个东西呢 因为只有在极地才有嘛 所以南方人要是见到了 会觉得非常吃惊 我就见到了这条历史记载 是真正的 给真正的国家报告里面出现的 是这样的 当时呢 1919年 第一次世界战结束了 我国呢 作为当时也是 类似于维持国家和平部队 当时进驻到了西伯利亚 进驻到西伯利亚的这些军人呢 就说 红军过来了 就是苏联红军 这时候已经打过来了 是吧 那么来了以后 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就写道 昨日苏联红军来 接其四不相授 我想江子牙来了 接四不相授 这四不相授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指着巡路 只不过我们 这南方人没见过 一看好家伙 这么奇怪的动物 都能够用到战场上 所以有的时候 动物在战场上出现呢 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乐趣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人是万物之王 但人呢 又离不开动物 在军事斗争中间呢 动物也可以成为 军队中间的成员 但是动物的作用 发挥的好坏 其实关键还是看人 人怎么样利用它 利用动物的长处 尤其是那些人类 所不具备的功能 把这些动物的潜能 和它们的特有的属性 发挥出来 这样呢 战争中间 就可以由动物 做出的重要贡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